如果是地面控制的话 就是谁在上面 说简单一点 就是谁在上面 谁打击多 谁摔的对方 谁就有的优势比较大 这样的话呢 各位可能看起来的话 就比较困难 KO了 这个高扫 左腿的高扫 直接KO了 直接KO了 很快啊 直接过去 拿住男男的下巴 把护士拿出来了 是 这一下呢 对于运动员的保护 是非常及时的 高清雄这场比赛 应该说打得 就是非常的精彩 嗯 没错 直接KO掉了 可以说在这个 勇士崛起的那台上 所有的对手 都没有说 我们一定谁会赢 或者谁会输 抢手之间的较量 没错 带给我们精彩的比赛 没错 刚才又终结了 一位中方的选手 他在赛前给我 我采访他的时候 他给我说 我知道中国有很多 在崛起中的MMA选手 我也知道中国 不再像三年前一样 没有好手啊 但我希望能跟他 我们碰到一起 我是跟USC的选手 在一起训练的 我希望能将我的水平 提高到更高 那么现在高贤又获胜了 我们很希望 在下一场比赛 或者在不远的以后 我们能看到 高贤又在面对 我们中方选手 而且有一位中方选手 能将他终结掉 是的 当然这场比赛 我觉得河南达打得非常的艰难 但是呢 打得也是非常的艰苦的 而且对于河南来说 他的整个这个坚持 我们能够看到 也能看到他对于胜利的渴望 对于我来说 南达更像我一个小兄弟 我们很熟悉 失败了 没关系 而且这种高扫 或者拳法的KO 是有偶然性的嘛 这个是我们可以 不过在前两回合 的确南达只有在最后的时间 才控制了比赛的节奏 自己的确有更多的提高的空间 是 我们更期待南达回归以后的表现 现在我们的场衣进行了处理 是 然后排到了单架 的确刚才的那一脚 是真的 真的是非常重的 我们希望没有问题 根据我们的常识来说 这个高位的KO掉 是主要是针对脑子的震荡 就是脑子为了保护身体 直接闭合了自己的反射神经 这是一个暂时的一个财务 对 是一个保护措施 对 但是很快可能就会放过来 我们希望很快 快能再回到我们这边台下 观众朋友们 您也可以 针对我们的百度贴吧 勇士的荣耀吧 以及我们的勇士荣耀公众号 或者我们的百度 和我们的新浪的 微博的勇士的荣耀 官方的微信 微博 然后来跟我们一起互动 您想知道什么 想了解什么 我们大家来掌声 来安慰一下贺南男 希望她能够早日恢复